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各位大家好 参与专家许清皇 阿官好 大家好 要请到政治评论员温朗东 大家好 要请到政治学教授范世平老师 阿官好 大家好 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王毅川 阿传 好 今天一开始先带你来关心的是 台北市议员 这是308议员 陈辰文涉贪数百万 护航业者吃下五亿大饼 减联搜索约谈九人 而他已经遭到了生涯禁见 而事实上这个案子 在过去也曾经引起过非常大的讨论 警局的评估 刚好跟世西 他所做的报告是一致的 我们莫名其妙的 就一厢情愿的听 台志光的一些建议 然后就贸然提升到三妹 那大概就要 市库要多支出八千万元 这是不对的 非常不致的 天啊 这么天大的数字 如果 我们如果只一位的 不听世西顾问的话 不采信警察局的判断 使用 而一位的 所有都提升到三妹的话 将会如台志光所愿 就是传输费会增加到四亿多 增加了八千万之多 而且台志光还闪避掉 他断讯 他故障 他传输过满的一些错误 该他们承担的 他全部推给市府 推给市警局来担 这个案子必定会越烧越大 因为除了陈崇文 涉收会千万护航之外 其实呱吉说 蓝议员集体读稿 狂夸台志光 那集体读稿就代表 非常多的陈崇文们 好 我们先讲一下本案 先讲一下这个台志光 这家公司 台湾智慧官网 因为观众可能不知道 这一家公司呢 有一个特殊性 他做的经营的业务 主要是这个 宽屏的光纤网路的部分 然后跟监视器的部分 那他的特殊性是在于说 这一家公司95%的收入 都是来自于台北市政府 然后他是在好龙斌时期呢 就签了25年的长约 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 25年啊 25年 然后本案呢 跟厂商签25年长约啊 然后这家公司呢 我2015年就讲 讨论过这家公司 现在还在讨论这家公司 那都不知道啊 为什么签25年长约啊 因为当时讲是说 台北市的光纤网路呢 他帮台北市 然后等于说BOT的案子 但他签约是25年的时间 所以呢 在本案里面出现 很特殊的状况是 他的这个经营的状况呢 是主要收入是来自于 台北市政府嘛 那本案呢 就刚好看到就是说 这个台北市政府呢 发现 自己对于这个监视器的部分 那他们在这个网路的需求呢 本来这个编列的预算 是5.5亿 在监视器的部分 那监视器需要网路的需求 是5.5亿 但他们后来算一算奇怪了 我们跟台志光之间 签的是特别约 是专案约 那一般专案要比 一般价格更低啊 当然啊 我只要跟你签25年 我跟你签一年 这个就像牌价 跟最后谈定价格的差别嘛 最后谈定价格 一定比较便宜嘛 给市面上的牌价 一定比较贵嘛 那结果他出现 比较特别状况是 他跟台北市政府之间的 专案约的价格 竟然比他的一般约来得高 这很奇怪吧 你照理说应该给台北市政府 你为什么批发价 会比零售价还高啊 这当然他可能是 这一定有money嘛 你要想说这25年 他都是绑在台北市政府啊 是啊 所以我说批发价 竟然比零售价还贵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台北市政府也发现怪怪的 不对 所以他的价格呢 本来编5.5亿的预算 台北市警局觉得说 这个看起来跟市面上价格 价差大概将近9千万嘛 所以台北市警局 在这预算的时候呢 自己砍哦 是台北市政府自己砍 把5.5亿砍到4.6亿 自砍预算 那照理说你是市议员 应该要支持嘛 对不对 当然 议员的角色就是帮人民把关嘛 监督预算的使用啊 所以市议员的角度 应该是要去看着这个预算呢 市政府砍了 你应该要拍拍手才对啊 是 或者市议员呢 再踹一脚说 不对 4.6亿还太贵 要砍到4.4亿 对不对 正常是这样 正常是这样 那本案为什么不正常呢 因为本案的状况是呢 这个陈从文 质疑这个台北市政府 然后呢 后来在他质疑质询之后呢 这个金额呢 4.6亿又回到了这个 5.2亿 5.3亿左右 所以这很奇怪嘛 所以议员不只没有往下砍 竟然往上加啊 对 议员往上加 所以他金额又到了5.2亿 5.3亿 那本案呢 等于说廉政署在查这个案子的时候呢 第一个是发现 这个议员是不是对这个业者太好 然后第二个呢 这个议员呢 账户里面呢 有这个几千万的这个现金 这个现金的进去的时间呢 存在的时间呢 这个议员自己讲不清楚 不但讲不清楚 好 尴尬的关键点来了 什么叫尴尬的关键点呢 是他的现金出现的时间呢 是在他质询完本案之后呢 这些现金才出现到他账户里面去 所以一直询完钱就进来了 对 一直询完钱就进去 那这就是叫做后卸啦 所以在这里面呢 当然就简联会去查办 就是说你这个账户的现金的出现 然后跟你在本案的 质询的时间有没有关系嘛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状况 然后为什么我说这家公司 2015年我谈过 2022年我也谈过到今年 我还谈这家公司 是因为这家公司呢 当然我说25年 他说台北市政府的合约 但是当初在谈的时候 有一个怪怪的状况是什么呢 当时台北市长 那个时候台北市长 现在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呢 也质疑过这个案子 为什么 因为台北市议会呢 当时呢有这样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是什么呢 你看他里面说 112年警局设置的录影监视器 为了维护影像品质 要符合治安需求 除了有3MHz平宽需求的 可以设这个200万画素的摄影机之外 然后如果你是2MHz平宽的话 你就是设100万画素的摄影机 那这个决定很像是在逼台北市政府 要把所有的画素呢 都用到200万画素 都要用3MHz平宽 因为当时的议会在咨询的时候 你不用3MHz平宽 你根本看不清楚 可是你要想一件事 当时柯文哲是讲说 有的路口 只要100万画素就可以了 因为人流车流没这么多嘛 有的路口人流车流多了 才会需要200万画素嘛 那所以有200万画素 有这个100万画素 有3MHz有2MHz平宽 你知道这个 我们讲说这样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采用 这个有2MHz平宽 有3MHz平宽的 跟你全部都用3MHz平宽的 两件事情 台北市的预算相差8600万 所以等于说 你如果强迫他 全部都要用3MHz平宽的话 你等于市政府 要多支出8600万嘛 所以这件事情 当时柯文哲自己 就跳出来战过这件事情 那只是今天呢 这个你看到前台北市议员 呱吉就告诉你 这个厂商他当时就觉得怪怪的 他说好奇怪 国民党的议员 明明口才很好的 在遇到这家厂商的时候呢 每个都像在念读卡机 然后大家都称赞说 这家厂商真是好 然后妥善率很高 那就很奇怪嘛 那你善待议员的角度 你应该是要质疑 然后质疑市政府 然后挑出有问题的点嘛 怎么都是在称赞他妥善率高呢 如果妥善率高都是称赞的话 那就不会爆出来 连台北市长柯文哲 自己当时都跳出来 质疑这个厂商嘛 好 妥善率高 跟要不要刚才签25年约 这是两回事 妥善率高 跟我要不要多花冤枉钱 去用3MHz 那也是两回事 所以我们来看 柯文哲其实之前就说过 这个案子很怪 我们回到新闻来看 那么当时柯文哲就说 我早就知道 他怪怪的 陈重温 因为监视器案 遭到积压 那么柯文哲说 早知有问题 去查查看 蒋市府为什么放税 我们先来讲 这个3MHz跟2MHz 可以查到8600万 到底有没有查 我们给观众朋友 来判断一下 事实上有些路口的 车流人流没那么多 这个是透过2MHz拍的 车号不清楚吗 这是透过3MHz拍的 没有 是传输速度 两个都是200万画素 但是传输速度 一个是2MHz 一个是3MHz 所以我们有必要多花这个钱吗 当然没有啊 我刚把它遮起来 就是希望大家 哪一个是2MHz 哪一个是3MHz 所以我应该 不要一下打开 对不对 我应该让观众朋友看一下 大家可以猜一下 到底哪一个传输速度 现在不用猜了 观众已经不小心 打开了 公布了 刚才很会忘记 我想说这个会忘记 我不要的 但是你看 弄出来 一个是2MHz 一个是3MHz 根本就看一样嘛 数字都很清楚嘛 而且我要讲一个重点 网络属于民间也会用的 所以如果这个公司 95%来自于市府 就有问题 表示一般民间不买单嘛 不想跟他买嘛 像我家里面 我就办中华电信 又觉得速度比较稳 我忙举证给大家看 2018年在PTT上面 就有学生 在讨论说 他们的学校原本 这个是走中华电信 有300MHz 现在改走台智光 改走台智光之后 流量从上传跟下载 300MHz降到48MHz 然后他现在慢慢问说 这个就是所谓 妥善率很高的公司 流量 马上被学生发现两包 原本300MHz降到48MHz 而且是在2018年 就已经发生了一个事情 然后他又是说 这个学校是因为标案的关系 才会跑去给台智光 所以这是哪一间学校 背后是不是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弊案 呱吉所讲出来严重的点是说 有8到10个来营的议员 都一起去帮台智光背书 我觉得啦 台智光干脆推出一个主题曲 我们都爱台智光 交给这些国民党的这个议员 去唱就好了嘛 对不对 一个明显民间不用 学生嫌弃 然后警察也告诉你说 传输上根本用不到的这样的一个三妹 去硬要全民去买单 而且在这整个经费上面 你会发现的是说 其实市府几乎也是收不到什么钱 然后这件事情的话 市府好像要收权利金也不容易 那个闷槛很高 营业额要15亿以上 那你没有超过15亿的话 一毛钱都收不到权利金 15亿以上才开始收0.5%的权利金 15亿以下 市府一毛钱收不到 签约25年 郝鸿兵包含到现在执政的这样的一个 讲话难道说清楚 是不是应该跟这种厂商重新议约 好我们终于再来谈台湿光 这是不是家有问题的公司 但我们先来谈 陈冲文有可能会定罪 陈总吻 定罪率应该很高吧 因为现在收了嘛 他母200万交保 那个公司的负责人 跟他说的已经 那个负责人350万交保 中保 这算很多钱 陈总吻这段 跟他说 他如果每次这项 他负责人的金流 负责人的金流 负责人不一定是负责人 也有可能是他们母的负责人 也有可能是他们公司其他负责人 这都有可能 反正就是查到 他只要在玉瑞有了一些表现之后 相关的这些账户 就出现了金流 大概是这样 他就一开始说 他说 我负责人 借贷 借贷 他说 不是 那也不是借贷 到时候 我问他到底是什么钱 他说我忘记了 忘记了 忘记了 他过来千万五千万 可以忘记 五百块可以忘记 五千万怎么可以忘记 就让你冷静一下 让你自己一个人冷静一下 重点就收阿 让你想看 看什么想起来 原则上就是这样 这个案子 照我们一般看议会 或是立委 在直寸 一般是这样 他在直寸的时候 罵阿 就是在帮忙美 照得你说 那个为什么做得那么烂 你们为什么包庇这一家 为什么议会和立委说 会出这一位 因为有另外一间他教的 说那间太暖了 那间夫妇落下 帮我们 帮我们来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就是说 这个 这个行政部 比如警察局 变监视器 这监视器 变两亿 拜托一下 三亿到二头 所以你把警察局说 变三亿 两亿是要收借 两亿没二头 这个又买 那又买了 我倒 加加起来三亿 照得你来说 警察局 是变亿算就加进去了 所以警察局 这条电脱兵 警察局这条奇怪的 估价起来 那够高一万 所以警察局 自己把医生抗下去 抗下去 抗下去后 当然对陈聪文来说 叫你抗得多 你再抗下去 这当然 唱一唱他就可能 減叹钱了 所以 表现出来 大家说奇怪 照得你这議員 应该说这医生 要抗下去 你如果说这医生 不够抗下去 太厉害 不清楚 怎样 钱还要一直 这都很异常 所以今天 瓜子都奇怪 这些 以前给我做董事 这些議員 说的都很奇怪 就是 他觉得很异常 这里头最异常的是 柯文哲 柯文哲 柯文哲最异常 柯文哲说 有发现 他说他早就发现怪怪的 你发现怪怪的 预算 你出示政府的时候 你把他抗下去 你出示政府就把他抗下去 议会不能增加预算 议会只能往下 不能往上 你当时把你的肌肉抗下去 抗下去 不用怕 资料你抗 議員都给他买的 没关系 看他这条就是 不要那些 你意思是说 柯文哲明知道怪怪的 但是不作为 对 你要抗下去 好 他现在说要查 蔣氏福 甚至要查 之前 郝龙兵为什么要这样签 今年的预算是去年通过了 对 去年的市长叫蒋万安 啊哈 民众党在台北市议会 一个议员都没有吗 有四个议员 你们四个议员都放水吗 柯文哲 把学姐叫来没 这案子不是柯文哲当市长 就觉得怪怪吗 学姐黄敬宇有怪怪的吗 张志豪 你们有觉得怪怪的吗 林真宇 你们都没有觉得怪怪的 只有你们主席说怪怪的 现在要追究 那四个民众党在议会的议员 来来 林四爷说 你们都没有针对这个案子咨询 你们老板不是说怪怪的吗 没有 这个是立法院还是是议会 这些人只要说到个案 大家观众 如果看那个议员立委在说个案 要注意 说怪怪怪的 就是在说美好 第二 我也当过一种 他议员问 哎 最近 最近 神庭 他们的东西 最近 用得不好 出事 新闻在报 我们台东那间 你看 我们台东这间不错 如果不错 这间要鼓勵 要继续用 他就是在替台东这间公园 这也是一个媒体 他会把人 然后 说我们这个堂市 他的这个东西 不错 营造一个氛围 说不错 所以我跟你说 大家在说 这都有媒体 可是像 陈崇文这种 公开讲的 公开讲 投资料 什么公文 什么辩论 这也是一个他们施压的手法 对 你们最近要招标的那个规格来高来 历年的这种相关案子规格高来 其他县市这种规格高来 市面上有在做这个厂商的比较表 高来 都给你限时高来 然后给我一个 就搞到各单位兵皮马困 没有啦 各单位付这下的就是那个而已 我说 各单位付这会議員的 都一两个而已 那两个说奇怪 他又是陈崇文 他又是陈崇文 到底是谁他教的 这申办人不知道是谁他教的 申办人一定知道 可以做这个东西 像是那几间而已 会谈出这种论述的 再骂A的一定是VCD那几家厂商 所以 那承办人当然压力也很大 才会跑出来说 一直来突出 嚇到我有狗犯 来 范老师 台志光 他最大的股东叫台通光店 台通光店 占了54% 那这家公司是谁 是高玉仁的公司 那他的这个 朱玉仁的岳父 朱玉仁的岳父 台通光店 那后台很硬 台通光店的董事长就是叫高章明鸾 就是高玉仁的太太 董事里面还有高师伯跟高师傅 就是高玉仁的儿子 而这家公司的监察人叫做高婉清 就是朱立伦的太太 所以这是家族事业 然后这家公司又 然后只做一个客人的生意 就台本市 然后这家公司呢 又还有一个大股东是郭首正 大家都很清楚 郭台铭的儿子 所以郭台铭也在里面 也在里面 所以说我们知道 那我们知道就是台志光 他本来高玉仁就是里面的董事 因为他们有一席 他占了54%的股份 是最大股东 所以这件事情为什么 柯文哲说怪怪的 因为当初就是郭龙斌 就是跟台志光签了25年的约 那我要讲的是说 这件事情不只是 大家谈到的光商勾结 因为他牵涉到 整个台北市政府的监视器 大大小小街头的监视器 我想问你 请问一下 高玉仁跟多岸人的关系好不好 非常好 还有21司机会 跟多岸人的关系很好 这些警方的资料 我们是很担心 会不会流到对岸去 情资外泄 因为他监控到所有的监视器 那会不会有后门 这很敏感 中国最厉害就是什么 我们看到就是叫做 他们叫资讯威权主义 或者科技威权主义 通过大大小小的监视器 来进行人脸辨识 通过AI的方式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不单单是大家谈到 就是说台志光还有陈崇文 他们在做 他在那边 这个是直接护航 那已经不要间接护航 保驾护航 直接在议会里面质询 卡预算要资料 要资料 党预算 然后还包含其他的国民党的 立委 陈崇文 国民党的议员 议员跟助理 为什么 因为背后就是高玉仁家族 在背后就是朱立伦 我纠正一下 他不是党预算 他是家预算 预算太吵了 要家预算 他不是党预算 他是家预算 党预算还算好 党预算帮我们这个 集中我们的这个民众的 这个荷包嘛 对 帮我们节省酒汉钱 这也算好的 他不是党预算 他是家预算 要政府多花钱 去添购这些设备 所以我觉得 这件事情真的不能小叙 不只是讲的就是 市议员帮这个 这个相关的业者 在护航之外 可能有利益瓜葛之外 甚至是政商勾结之外 还有国安的问题 好我们来听 柯文哲怎么说 柯文哲说 我早就知道怪怪的 真的就如阿川所说 那如果民众党主席 都知道怪怪的 民众党议员 不知道怪怪的吗 什么费用 那个男律议员说 就算你卸任之后 还是会追究政治责任 我跟你讲 就算你不当台北市长 你们敢那个 每年让台市光 都领八千四百 我每天在外面放胖 柯文哲还没下台 你们国民党跟民众党 你跟台市联合起来五千 我们不允许 财团剝结议会 台市光的问题 这个我花了八年 没办法解决 为什么 这种系统 一万四千支 摄影机 同时要转换系统 这没想象那么容易 我没找过中华电信 来研究过 现在怎么转换 所以 所以常常是这样 以前的决定 你知道 我们后面就花很大力气 去控制 这个案子 我觉得是说 就大家何悉你 一路一直到我 到我面前才被我拦下来 你要讲实话就是这样 好 刚刚我们的来宾说 这简直就是大辣辣护航 直接施压 我们怎么说要直接施压呢 因为陈崇文呢 我们刚才讲嘛 警察他们自己 把他们的预算往下降 说我不用花那么多钱 照理说这是好事 结果陈崇文把台北市警察局局长 叫来面前骂 他说你怎么可以把预算减低 怎么可以 如果你在这样的话 我要把你的特资费砍到只剩一块钱 这多嚣张啊 这有点夸张 太夸张啦 通常 他把那个张荣兴叫到面前 臭骂一顿 通常我跟那个王毅川 都在我们桃园市议会共事过 他担任那个时候 航空城董事长 我跟这个 我是这个桃园市议员 我如果要用这种方式 我也不会跟这个王毅川说 你的特资费 我明年给你砍到医院 我曾经有这样对你吗 也不可能啦 砍到一块钱 近平只会针对 譬如说这种单位说 你那个胡编嘛 编太多嘛 干嘛浪费这个钱 砍个三百万五百万 就整个公司或整个局 议会只能砍预算 不能加预算 因为在议会里头 只要议员说 这个钱不够 结果都会说 你到底有没有讲错 什么叫这个钱不够 然后你针对那个局长 我就为什么觉得 我曾经 像以我自己议员的例子 我曾经删过 或者是要减少局处首长的 那个出国的费用 那是每一个 全市政府的所有局处 那时候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2020年跟2021年 全台湾全世界都封 这个锁国封禁了 不准禁出了 然后他就编明年要出国 我就会说 没有解禁啊 益川记得吧 那时候他也在市政府 我就说不行 大家都 我们也没出国啊 你怎么出国 然后我就 所以议员的职责是把关嘛 只有砍预算 没有在加预算 我只有砍预算 我没有在加预算 也有加预算 那我真的觉得说 他的钱太少 因为我也会顾到 财政排挤的这个效果 我会提出附带决议 一定是大多数的这样 比如说 因为这个物价上涨了 他们现在 他们之前编的买便当 只能编一个人是80块 你这样很难核销 我记得 王毅超应该在议会 听过我这样的咨询 那我就跟他们说 你现在就看市政府 我从郑文山时代就开始咨询 我说 你应该让他们跟着那个CPI 通货膨胀开始涨 然后可能便当 要一个人90块 100块 要跟着物价调整 你还是要用以前 一个人80块 只能这样 那我不能直接在议会里面 预算说 我要要求增加 然后就直接 大笔一挥 然后就这样 那没有人会附和我 而且这也不合法 我通常会说 后面要加一个附带决议 请那个局处 跟 警察局好 消防局好 或民政局 跟财政局 主计处商量 明年是不是随着物价调整 能够着征 一个附带决议 然后全部议会通过 这样才行 这样才能 要不我们没有加预算的权利 那因为陈崇文这个事情 陈崇文他其实在 40北投那一带的这个选区 他是属于草根型的 三年罢了 他就跟我一样 从2014年开始选 2014年当选 2018年连任 然后2022年再连任 就是现在是第三届 那等于 他在40北投 过去他是 国民党的这个 清工体系出身 他做台北市清工总会长 跟国民党的这个青年团 不是青年团 台北这个国民党的 整个全国清工总会长 他都当过 因为那时候 我也是在清工体系的 我记得我看过他 我也投过他 然后他是跑行程 跑得很认真 上个月我在 桃园跑公寄的时候 还看到他来跑 就是从台北跑过来 但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案件发生 我后来也 昨天私底下也问了一些 台北市议员 有些台北市议员觉得也很惊讶 而且发现这样的状况 听到了这个案情觉得实在不单纯 然后而且说事情大掉了 他们就这样回我 说事情大了 他说事情大了 他说这个糟糕了 就是不知道在讲说 陈冲文糟糕了 还是在讲什么 因为也没有在里面指名道姓这样 那我从他的反应看来 陈冲文他因为以前 他等于是国立体育大学体验所博士 他有博士学位 然后可是呢 他却被厮杀猫流鱼鼓刀 他的论文有问题 他论文的题目是在写说 国立体道完成的论文是 高龄社区体育参与者运动场地设施 服务需求研究 以北投区为例 但是涉嫌抄袭被四叉猫流鱼抓包说 他抄袭这个师范大学研究生 杨正龙在2014年1月提交的论文是 台北市中正河滨公园运动设施使用者 对满意度及休闲效益之探讨 所以呢 他的意思 四叉猫的意思说 人家写的是中正河滨公园 你写的是运动场 题目完全不同 可以抄到连最后结论都一模一样 把河滨公园换成社区运动场就好了 这可以吗 这是被四叉猫流鱼 这个翻出来去比对 所以当然啦 陈聪文他过去长期 我知道他长期在这个关心警政的这个议题 但我没有想到说他这个价差九千多万 八千六将近九千万 可以用这种方式去施压 他们说连一个换一个镜头他都会关心 巨细米衣的关心 那不是只有一个镜头 台北市监视器有一万多支 是 我的意思是说他关心到那么细 对啊 那是死啊 因为台北市有钱又练 他就能够蹭嘛 对不对 刚才我们来宾都一直讲说 那个议会里面没有议员在增加预算 对不对 怎么会没有 还是有啊 那名目胀胆到很夸张啊 云林县议会议长那叫黑龍神总龙 他之前那个离岸峰店 那个厂商刚刚一直报价在这个 可是因为地方人士就反对嘛 不准让你起床嘛 对不对 他就去找到黑龍跟一些议员 要大家夫妇的来喔 他们竟然重新包装喔 把那个什么整个议案 什么规格什么东西 全部都裂薪的 那价格突然间又暴涨了 他说这功率又更好 那为什么会暴涨 因为你的那个工程费款 要加在这个工程款里面嘛 对不对 我现在不是给你了 我现在是新费费款 行费的钱也要加上去当成本啊 对嘛 所以以前我们在地方上 以前 专门说在航空城当董事长 对不对 那其实那个航空城是后续的 以前我在桃园跑新闻 那时候第一次航空城在开始弄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光一个建造 你今天要牵水 那个水 自来水 牵电线 牵什么水溝 什么东西有的没有的 那个建造 架架架起来要滚那百张 一个厂商要好几百张你知道 他只要把这些议官收好试后 那是同胞给你的 你几张来都给你 如果没有的话 你没有找 如果没有打点的话 对没有打点的话你知道吗 那个申请他每一张建造 一独向申请 穿到买了 那真的 你如果有找到议员 那议员就说 拜托了 而且他就把公务局 建设局什么东西 全部都叫来 那局长也怕了 议员每天叫来办公室罵 那时候那个竟然有 局长在议员办公室里面被骂 骂到我们在外面都听到 不知道他骂什么 后来才知道 原来是议员在骂局长 你就知道那时候 多含就对了 所以你只要看到说 他在议会执行的话 拼命针对哪一个局处 针对个案或针对局处 一直罵 一直罵就知道 在这里有猫腻了 好 那当然有猫腻 台志光这家公司 我们刚刚除了谈到 后台很硬之外呢 我们刚刚谈到 权利金很难收到 应该是收不到了 要超过15亿才收到 几四四四的鞋 然后他竟然 也不用付使用费 你知道我们装光纤 其实你使用我们的 地下道或等等 我们是要付使用费 他为什么特权 不用付使用费 对 大家觉得很奇怪 你如果去台志光的 这个网站一打开 里面就有台北市政府的马克 感觉他要是 他是2012年成立 因为当时要 感觉他很像 我们有国营企业 那这个家 感觉很像市营企业 就是市营企业 好 那我们看到 检调所搜索的地方 除了刚刚讲的 台志光之外 还有我讲的 台通光电 因为唐川光电 我刚刚讲话 他是他大股东 大股东 所以台通光电的董事长 李庆皇 同时就是台志光董事长 哦 两个都是同一个人 所以这一次兵分 26路 对 就是两家公司 一个是台志光 一个是台通光电 然后台通光电里面的最大的股东 就是我刚讲过的 就玉华投资 玉华投资的董事长就是高张明鸾 我刚讲过 所以这个有这个关系在 所以说 等于说台志光背后是台通光 台通光背后是高华投资 而高华投资就是高家100%所掌控 就是高于人家族100% 对外转控的状况 所以说 为什么说这件事情跟高家 有这么密切的关联性 比如说高家是在里面第三层 有高家投资了台通光 而台通光是台志光的最大股东 目前的状况是这样 所以现在已经烧到的是台通光 会不会烧到的是玉华投资 那就烧到的就是高家 高于人家族了 好 阿传 所以这个案情有可能去扩大 因为刚刚我们也特别谈到 确实有很多不寻常的 包括在直循的过程当中 要资料 包括加预算 甚至权利金的收取 包括挂揽的使用费 别人都要收 他不要收 真的很奇怪 就像柯文哲说的 怪怪的 怪怪的地方真的很多 但是这个要进到 他原来当时招标的那些细节 这个其实是很专业 要看到怪 谁看得到 没有得标的人就看得到 没有得标的公司才看得懂 我们一般在外面都看不懂 所以现在要攻击这一家公司 最多的资讯来源 会是当时没有得标的公司 就叫我们 我们在说的基隆东岸 一起竞标的那里 对 有得力 基隆东岸廣 没有得标那几家 就会开始说 为什么是微风 为什么不是我 微风得到那个有问题 为什么有问题 所以这一种 为什么讲个案 在议会讲个案很危险 我以前是议会 也有台中市议会 把我问到 不然我一个人说 议员 你确定你要讲个案 你确定 现在网路都在直播 你要讲个案 我就把个案資料拿出来 我们来讨论这个个案 那个议会说 我没问你了 因为只要 只要掉信个案 那因为他为什么要 执行这个个案 一定有人跟他陈情 有人跟他陈情说 这个案子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就说对公务员来说 你记得那时候收购案也是啊 特别针对收购案 你说对 因为这个你标规的人 他 我跟你讲 公务员你标规的前面 都要先做分析 他要先去市面上看看说 我们要做这件事情 现在到底有什么样的厂商 他们有什么样的规格 他们一般在外面 别的县市的行情 要做完一整本的分析之后 才会开始写这一个标规 所以才会出现 刚刚说两枚三枚 那你如果要弄到三枚 那其他县市是用两枚还是三枚 如果大家都用两枚 那你台北市要做智慧城市 所以我用三枚 听起来还是有道理 像这种咨询 我举这个 袁宽允105号码头 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袁宽允当时他们家族 要去弄台中港105号码头的时候 他讲什么你知道吗 他说台中港的码头 运煤 就是因为我们那些火力发电 煤都要在台中港这台 他说这个运煤的这个码头的这个 把煤弄上来的这些设备 你们台湾港湖公司为什么要做呢 这个民间很会做 而且你们弄那个煤 这些都没看过 有那个空污 你知道人们现在都很先进 都管路的 不用开 你都在露天的 流汗什么 那不好不好 这个 要让民间做 民间现在很先进 官员听到说 看也有道理 民间就是 你如果一边听他说 也有道理 这个民间可以做 那民间做得好 所以按照看这样 是叫VOT 你们港湖公司不要做了 民间来做的 民间做得好 民间做得好 你政府 你再生时间 再探钱 结果这个案子 咨询完 要完所有原来 港湖公司要用的那些设备的经费 预算 全部都要到资料 他去索资嘛 他先去要资料 过不多久 他们兄弟 他们家族要生在一间公司 去申请VOT案 你挑到 也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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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规格跟市政府差不多 當然也表到 他可以内线拿到资料 港湖公司 你前面讲的 聽起來都很有道理 你政府不要引民真理 现在民间 因為彈性技術也比較好 所以他在执行的時候 其實 如果媒體 跟一般的民众聽起來 哇 这款狼 公司有得利 公司有得利 可是不知道他後面 跟他家族 你是在鋪路 鋪梗 對 因為105號碼頭 這個事情 他可能就告我 告你啊 對啊 我就跟他說 所以你是氏主 對 我是氏之一 但後來檢調查一查 不起訴 因為這個碼頭 後來港湖公司 他們也收回了 其實細形 就跟益川剛剛講的差不多 但重點是什麼呢 我覺得陳崇文的 一個處理的系列 我寫比較好奇 他那個告你是 告什麼 毀謗 所以你毀謀 說毀謀 妨害名譽 就事實上 已經被收回去 就是有這件事情 但我要講說 顏寬恆 他不出手則宜 一出手非常的驚人 他平時都不質詢 但他一質詢 是文職彬彬 非常的有水準的去說 港務公司不要與民爭利 聽起來就很正當嘛 如果不是他後面 搞一個罷免案 什麼之類的話 大家也不會把這件事情 把它弄出來 重慶去檢視 後來原來不要與民爭利 之後案子放出來 是他弟弟彪道 不是 應該是說 不要與我爭利 不要與我家族爭利 不要與我家族爭利 但是我想 陳崇文這幹子 為什麼現在變成這樣 你不可以來唱 因為他首先 前面先跟的那些局處 要資料就一次上千頁 局處各就很煩 而且他直接去罵警察局長張榮欣 說他跟廠商密會協議 說他砍特資費 警察局是要降預算 結果議員不但沒有跟著降預算 還要拉預算 你拉預算就算了 還要去罵警察局長 還罵到某局處的一個年輕的手掌 然後被破口大罵到差點落淚 萌生恥意 那這些消息為什麼傳出來 警察局不爽了 就覺得說你要拿這筆錢 你要A錢 你好歹給點面子 你對警察都不給面子 所以你看他繽紛 26路 下去查 然後一查查出來 5000多萬 不明的這個款項 所以我陳崇文他就是 囂張太久了 然後囂張到警察頭上 最後一被調查下去之後 現在所有的證據 全部都浮上水面 所以這個預算的水好深 對不對 預算的水好深 而且議員要在這裡頭 上下騎手搞油水 這個眉眉嘎嘎 一般菜鳥議員可能不會用 對 而且他是因為陳崇文 是三連任的議員 我說實在話 這個案子 這家公司 應該這樣講 這家公司的狀況 我不相信是今天才出現 因為這家公司 其實我們從2015年 當時有沒有台北市議員 在質疑這家公司 不就說這是個舊案嗎 對嘛 你看王世堅都大罵過 我記得2015年是 民進黨議員林世忠 在質疑這家公司 因為他當真的綁 他背後的關係 真的看起來水很深 所以我再講清楚一點 他背後的關係 台志光這家公司 後面台通光這邊接過來 是玉華投資 玉華投資接過來是高玉仁 高玉仁接過來 當然就接到誰 朱立倫了嘛 然後另外一邊叫做 弘洋創投 弘洋創投接到後面是誰 就郭台銘跟郭守正嘛 所以你看到背後的 本來的背景看起來就很硬 那大家為什麼會質疑是因為 第一你綁25年時間很久對不對 然後再來第二個 那個雨水下水道 那個是台北市民的公產 可以讓他掛然後不用錢 不用錢喔 而且最主要是別人都要錢 因為說大家通通不要錢 我的尊都厚 別人掛籃要錢 你掛籃不要錢 而且這個案子 我再講一個 我們講說大家看了會覺得怪怪的地方 他當初跟台北市政府簽是6000萬 那6000萬的這個簽約金 但是呢 期滿之後可以退回 然後那你想說 這是有點像保證金的概念嗎 就是保證金 就是保證金 然後呢他跟台北市政府之間呢 他營業額要達到15億以上 那台北市政府可以分0.5% 但很顯然這個0.5% 台北市政府現在賺到了嗎 顯然是沒有嘛 應該從來沒有分到過吧 然後所以在這個時間點呢 如果你是正常的議員在質詢的時候 那你當然是針對說 這個預算有沒有浮邊去做質詢 可是他的狀況是 除了前面講到所知前見之外 那這個陳崇文在這個裡面呢 其實我跟你講 2022年的時候這個案子 當初我們前面在討論的兩媒三媒的時候 2022就開始在討論 討論到今年還在討論兩媒三媒的問題 你就知道這個案子拖多久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有沒有人已經盯上了 當然有人盯上了嘛 所以這個案子才會有 這個聯政署後來在調查這個案子 所以整個狀況綁在一起你就知道 這個為什麼前面敬評說問題大了 是因為這個案子真的太誇張 然後呢 呱吉其實形容的字 我把它講完整一點 呱吉形容的字叫做 這家臺志光呢 認真負責 妥善率高 絕不會浪費預算 有藍營很多議員 就像讀稿記一樣 他可能這家公司有發那個 run down給大家 來 叫臉 所以大家都念同樣一段話 那個其實 如果瓜吉講這個 去翻那個議會的議事錄 就知道是哪些藍營議員 這個簡聯一查也查得到 比如說 除了這個陳從文之外 A議員 B議員 C議員 可能不同選區的 然後他們都講過同樣的話 同樣的話一句話 結錄的話 都幾乎一字不露的話 那個修正 其實在議事錄裡面看得出來 那很快就會去鎖定這些議員 那如果真是這樣的話 那這樣子其他議員都 等於是跑不了嫌疑 所以這應該是一個 龐大的共犯結構 這個案子也要讓我們 繼續看下去 不過緊接著來告訴您 是白沙屯媽祖 哎呀小媽祖的時間又來 我們常說三個小媽祖 白沙屯媽祖又要進鄉了 而且這一次呢 報名將近18萬人 真的是拍到啦 粉紅超跑 這一次會不會有雙媽會呢 那麼已經放頭期了 來問一下 學偉你是專家 放頭期是什麼意思啊 放頭期就是今天媽祖的先鋒期 我今天媽祖的鑾駕要出去之後 我前那天也有一隻旗子 這個旗子喔 就是指揮的意味很重要喔 包括說我今天 要指引這些群眾 信眾 這叫做有型的人潮嘛 而且你知道嗎 跟著這個媽祖鑾駕出行的話 一定有很多無形的兵馬神將 都看這隻旗子 幾乎一旗子 所以這個放頭期就有時候 那些參加旅行團 學院導遊都會拿一個 旗子的意思一樣 這歸言不一樣 我說是不是一樣的意思 對啊 我們要看到那個 其實知道那個路線 往哪裡走 有一個指標走嘛對不對 那個頭期 對 那個頭期說只要 它在 繞進開始的前三天開始 我就要把那個頭期請出來 要放在那個廟前面的 那個籠柱前面 要擺著喔 我先插在那裡 現在是在通告各界說 我現在要開始繞進來 我準備要啟程 對 這雞子出來之後 第一天開始就是 從今天開始就是算 算開始繞進來 對不對 喔 對炸雞子就算開始 對對對 就告訴你說今天如果要 隨下的繩子的人 要幹什麼可能要 摘戒沐浴啊 你今天要隨行的那些群眾 有可能要遲早摘啊 要讓身體 身體要保持身體 來 白沙豚媽祖最醋味的地方是 你永遠不知道他會走什麼路線 在路上會遇到什麼人 會不會三媽會 雙媽會 什麼什麼會 所以我們來看喔 白沙豚媽祖這樣要起架 再上演三媽會嗎 龔天公說 看媽祖的意願沒人知道 白沙豚媽祖的處理就是 你永遠沒有辦法 預測他的行進路線 對 我以前一直常講說 那個白沙豚媽祖 是最有個性的媽祖 我們剛剛講到那個頭期有沒有 那個先鋒期 我說真的 之前也有發生過那個 亂叫走走走走走走 突然間叫那個先鋒期 卡董 那先鋒期常常那個距離 跟神叫的那個距離拉太遠了 那先鋒期也不知道 一直衝一直衝就對了 因為他是開路先鋒嘛 那問題是白沙豚媽祖有時候 會幫人家軟鋒腳有沒有 我們看到這個軟鋒腳 這個拖遠 對 而且之前還有人說什麼 希望說媽祖除塞有沒有 因為媽祖還會跨過那個 那個分隔島 跑到對象車道去幫民眾除塞 所以你看 鸞匠走出去先鋒期 奇怪 媽祖怎麼沒座 所以有時候媽祖 他會這麼動 他就過去 你就會發現說 那個鸞匠偶爾會去碰那個 先鋒期 那個頭期 有時候他就是交代說 你這樣走太遠 離我太遠 這說真的 這個有時候對於神威 或者是那種開路的 那個效果就不當 其實那個軟鋒在動 還有那個先鋒期 他們都會聽那個鑼骨點有沒有 鑼骨點 鑼骨點 鑼鑼鑼鑼鑼 那就是有一個鑼聲 一個指示說我這個軟鋒要怎麼弄 另外有那個 對啊 因為他 他要讓一般的信眾 知道說我走太遠 走太遠 因為有人說差不多 你走不走 鑼鑼鑼鑼鑼 如果先鋒期也只有另外一個鑼 那聲音是不一樣的 因為它兩個 所以很多信眾 他在走的時候 就是跟著那個鑼骨點 鑼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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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很明顯就是這樣 這些畫面都是過去呢 白鑼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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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鑼� 他媽媽就是到處去的 他其實每年他媽媽很虔誠 每年都會去幫助那個信眾 送吃的啦 送喝的什麼東西去 那可是他就覺得 我應該要 你家裡要虔誠對不對 那我可是說實在話 他也沒有家裡不是很富裕 我要帶這個小孩子 到處去看病或怎麼樣的話 那媽祖是不是可以給我祈福 給我一些實質幫助這樣 他也沒有求 可是他突然間有一年他真的 有一個老闆 不是 他運氣之後 一天就多有的玩家給他 那個媽祖真的幫他祈福 你知道嗎 說的也很奇怪 他2月14號遇到媽祖軟教對不對 所以就是畫面就位 對 老媽的小孩子 他媽媽抱著他 就在感謝媽祖的這個這個 他抱的就是這個5歲的病童 對 抱著病童之後 隔天更誇張 2月14號他遇到媽祖對不對 隔天竟然有一個善心老闆 他被媽祖託夢 就把這個影像 給他看 在他的夢裡面讓他看這個影像 媽祖託夢把這個影像給他看 對 給他看 所以他起來就認為說 這個媽祖應該是在交代什麼東西 對不對 所以他就開始去搜尋說 他夢境裡面是有的 到底這個人是誰 有那個媽媽抱著小孩子 果然那個時候白沙屯電視台 不是都有轉播 你看我們看到這個畫面就是 他就是找 他去找到這個 對 找到這個 他就說原來是媽祖只是說 我來 倒山跟這一對母子 媽就給他注意 對 所以他後來的 醫療費用什麼東西的話 就這個三星老闆說 我願意幫你處理 所以你看 媽祖已經拜託了就對了 對啦 媽祖就說 你紀念這麼好 沒有錢可以幫助別人 這對現在困難 你去跟他倒山講一下 所以每一次 都會有好多神蹟的故事 像包括說 有一個女的 那個比較明顯的就是 她在那個軟轎前面 突然間好像中邪 你知道嗎 我那個畫面看了之後 就很明顯中邪 那個人 整個人是怎樣 縮起來 你會發現那個身體 弓點 你看 你看喔 他在地上的話 那個身體是直接拱起來的 這個就不會像是一般的那個 你看 有沒有 有 有 對不對 他那個兩個男人 大男人拉不住他 對不對 你看那個軟轎在旁邊有沒有 聽到這個聲音就馬上過來 就用那個叫棍有沒有 就壓著他的頭 就安撫他這樣 那我要跟一般觀眾就提醒 強調一件事情 後來他又好了嗎 有啊 他在賣 情緒就穩固下來 就好了 這種是沖煞道 這不是重寫的 這叫沖煞 一般沖煞的人說 媽祖婆在那裡 怎麼可能有這裡拍咪在旁邊 亂舞 不是啦 這叫沖煞 為什麼沖煞 其實我們沖煞 不是說一般都不是只有陰煞 不是說拍咪而已 你去參加喜宴有沒有 有沒有 或者是參加一些好事 也會沖煞道 所以這個就是沖到神煞 這是沖到神煞 對 就是那天軟轎出來 他一天的身體不好 或者是理文不好 運勢不好 太低啦 就人的圓層不棺材 所以到那個地方的時候 你沒有去補圓層 到那個地方你會被沖煞到 就沖煞 媽祖馬上就過來 你要用那個叫棍 叫棍只要碰到這個人的身上 就是我媽祖在幫你加持 對不對 我在幫你加持 像以前我們常常看到 那叫棍有沒有 有人在吐人在胸口有沒有 你看這也是很神奇 那個叫棍是人在扛對不對 兩個人或四個人在扛這個叫棍 說真的叫他吐吐吐 說真的 他如果沒神機吐下去 那時候怎麼會吐死呢 對不對 那個力道之大 所以那個時候你看 媽祖每次在吐的時候 白山的媽祖在吐的時候 你感覺在點到這邊為止 就點到就停下來 點到就停下來 所以剛才你看這個媽祖 這個中學中煞這個人 他就馬上就壓著他頭上 壓了之後你看他 每次呼喊 呼喊 排除之後 慢慢慢慢他就穩定下來之後 就被救護車送到醫院去 好 那每一次講到白山祖的媽祖 都會談到那個浮起來的腳印 對 那2001年那個是濁水溪 那個真的是很寒 你知道嗎 當年這個 真的是很神奇 我每一次看每一次都還是覺得神奇 那天如果在現場 我那時候後來問到好多個在現場的 那個聽到更神奇 大家你聽了 你真的這個神機 你不得過隨便去否認他 因為以前白山祖走這個地方 要到西螺的時候 都走那個西螺大橋 那一年不知道為什麼 他突然間走到那個西螺大橋橋頭的時候 他那個蘭橋有沒有 就走下去沙桌 就是撩架啦 不 以前下去沙桌 大家想說 在那裡可能花瓶啦 他可能什麼事情要處理 但是不是喔 他叫到花瓶的時候 整天都不知道 都抬下去 想說在那裡 要做什麼儀式法式 不是喔 一到那裡的時候 那媽祖步那個 那個蘭橋突然一轉 就往那個佐守區下去 他下去之後 整天人信眾跟那個工作人員 要怎麼樣 這樣不要扣到鼻子 一直撈下去 不然神神才要怎麼樣 你總不能媽祖步下去 你整天人都站在岸上看 那時候當時就講 你看那個人 每個人的身高 高高低低不一樣 對不對 你知道那個時候 有那個老太太跟著走 那個老太太大概就有120 那個有很多工作人員 可能170 180 每個人下去之後 撈那個鎖水溪的時候 你突然就發現說 怎麼怪怪的 因為每個人進去 那個吸水的時候 水都到這邊而已 都到胸口以下 照理說每一個人 倒的水位應該不一樣 對啊 你如果太跌的 你如果比較跌就比較高 百歲就下去就滅頂了對不對 對 他不是喔 大家都去帶這個位置 對 每個水都到這個位置 太神奇了 所以上來之後 大家就覺得 因為那時候就是因為下去 有一個女警在那邊看 我記憶大家下去 水都到這裡而已 他就拿起很多 拿照相機就拚命拍 拍的時候他也不知道 回來一洗的時候 發現那個紗桌上面你看 那個腳印 腳印是往上浮的 對 佐水溪因為從藍頭這樣一流下來 常常以前有說水流溪 這個跌入溪裡面的 然後幹什麼 沒有超度好 所以這些不是信眾的腳印了 我不敢確定 可是說真的 如果是這種腳印的話表示說 他怕的媽祖部是跟你說 這裡面真的有人是 把你身軟整個撲起來 撲起來的 對 所以他下去是不是把這個 所以有一種說法是 這是一些冤死鬼的腳印 也有人這樣說對不對 對 當然是這樣認為 因為想說我今天把你帶出來 因為一般人踩的話 重量陽的往下踩 到底說應該是往下壓 踩下去是陰的 應該陷下去 不是 因為人是陽的 對 陽的踩下去應該是往下陷 陷就是陰 如果人是陰的話 那個出來的腳印就是往上 撲起來 也就陽了 陰陽要相調和這樣 所以人家講說 可能在那裡 就是叫媽祖帶走 要去操縱的那個人 不是 那個魂 靈 就跟著媽祖走了